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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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您刚觉得叫一些方法 买衣服那种 我觉得很好 又可以实操 我感觉又会很有效果 又能不能有 你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妆 还是我们私序 我们要静坐 或打坐下 我们私序万千 那些温马奔趟的 你很难一会儿 真的是一会儿多一会儿吸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让我们这个心啊 我们就这样成见下来 就类似于买衣服 这么直接的办法有没有 只有直接修法门了 就不买衣服 还有直接进商船 你商船不进 把你的 你要真想成道 那人世界的事 是越少越好 在你刚开始 没定力的时候 人家虽然不离前 那越少越好打扰 看你自己的耕气了 你自己觉得自己 哎呀一遇到一点点事 也不行 哎呀万马奔腾的心里 头脑里边思绪万千 那就不要呗 人家有的就无所谓 人家做了那件事 马上放下了 但有的就不行 不行的说明自己就 可能有时候我们女孩子 有的生完孩子 或者神经衰弱 她本身就是 气血虚啊 你自己知道自己这样子 你就不要去管那些 纸麻烂 衣服这件事 你有衣服就不用买了嘛 是吧 你管的事情越少 然后呢不要想 而且你只想成道这回事 你只想修行这回事 但也不知道这件事急不来 哎 你就慢慢的每天 训练静坐一定要做的 坚持静坐 刚开始在坐地上 身心不动比较好 你在动中说求定比较难 先身心不动 然后呢我觉得刚开始 大家如果很散乱的话 一直法门是最好的 你看而且法门的话不要说 一定要说母一个刚开始 因为你刚开始不定性 刚开始你一定要调呼吸啊 我觉得给 我觉得对呼吸 你能够关呼吸啊 旁观呼吸啊 又黑呼吸啊 鼠呼吸啊这些 因为呼吸跟杂拈 关系比较密切 或者调呼吸这些都可以 或者内手 因为我们的散乱都是六根啊 经常往外跑 所以我说 那会到你的身心的 你看看你的身心 心肝皮肤 你内观知道吧 内观一手啊 凝神入气穴啊 这些都可以啊 倒假的啊 什么这种养生 反正是放到你身体上 把注意力往你身体上放 往你的六根上放 往回走 比如耳根圆痛啊 眼根圆痛啊 鼻根圆痛啊 这些有时候 有指令的同时可以修啊 这些都可以啊 这些都是小法 实在不行 念佛号啊 大声持咒啊 都可以修专注力嘛 先拉回来 跑了 无所谓 跑了再拉回来 刚开始不要责备自己 刚开始都这样 但是人世间的事 越少越好 因为很多事 你看我们就是明立情 这三件事嘛 一般大字长 明立情虚名 有人说你了 是吧 你就少看点微信圈嘛 是吧 有人在微信圈骂你了 你不看你咋知道 是吧 你自己只爱受影响 那就不要看 是吧 省得受影响 是吧 情这一回是 有个老婆就行了 有个老公就行了 不要再结外生枝了 是吧 也不要再多 找二奶三奶 是吧 找那么多亲日 不麻烦嘛 是吧 你要是早下你就 说有 那就去处理吧 是 因为有了你就牵挂嘛 是吧 孩子有了就洗 有一个就 现在你开始修行了 有一个已经有的 也不要从窗子扔了 是吧 但是已经有了 到珍惜 是吧 好好的对待 珍惜 没有就算了 再不要切了 是吧 再切了不就更累嘛 是吧 所有的东西都是 你看你要修行嘛 就腾出所有的时间来修到嘛 红尘的事 打扰的事越少越好 等你定力修到差不多 空性政界也比较圆满的时候 回到红尘在市场列 每件事无分别 每件事 而且列活在当下的能力 你有定力 肯定活在当下 是吧 当下这种事 它是没有过去未来的一个状态 不被过去影响 因为我们恐惧是怕未来不好嘛 过去的信息会干扰我们嘛 而活在当下的能力 是不被过去未来影响的 但刚开始你没定力的时候 你很难嘛 你坐在这乱想嘛 是吧 所以刚开始就是列各种小法门 最少准备三五个小法门 随时启用 都自己稍微止力 定力稍微有一点的 能够一上座 说我不想的时候 最起码差不多 坐在那呼吸也很调勇了 说我打坐了 一往那坐 呼吸比较勇了 而且能够能够静下来 虽然也乱想的 但不会耿耿瘀怀 牵移的那么厉害 就是说那件事不做 我就一秒也停不下了 还有就是 心里边那种挂着很多东西 就是心里面 明显的知道这件事 七上八下的 等着是拆下眉头 又上心头 挂着 我要是得不到这个杯子 我活不好的那种状态 那叫执着 知道吧 分别执着不能正等 佛说我们本来是 那执着就是挂爱的那件事 你就没有就不行 这叫执着 分别就是我们本能的 这是蓝的 这是红的 一针也就分别了 他是美 他是臭 他是狗 但是些执着慢慢的就少了 就没有说 才下眉头 又上心头的事了 慢慢的分别也要 本能的分别破的话 也要慢慢的在室上练 在坐垫上练 就这样修嘛 根本文明肯定 微细的妄想嘛 跌倒精细妄想嘛 那你要在坐垫上 在定中破的 那要定力很深 你那种把根本文明破掉 那就成道了嘛 就是根本的那种文明 就是有些微细的妄想 你是看不到 比如说上一世的 是怎么影响你这一世的 你不知道吧 是吧 但是这种文明 在定力里边 你可以察觉到知道 你会知道的 所以你知道了 你就能 没有什么 不是吃快餐面 真的不是修道 不是说直接吃个快餐面 怎么泡怎么好 就马上能成道那种 除非你是再来的 所以你就像财中那些 人家那些弟子 人家修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就差一个界地的问题了 就破个文字下 就通一土人 开悟了人家 而且同时证悟啊 因为他已经 你看所有那些大祖师 都已经修了很多年禅定了 而且有的本身就是 已经成道者再来的 是吧 那先来不过就 失陷一下而已 是吧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 你自己知道 自己还不知道自己 是个啥样的 是吧 还有老师说呢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很散了 那就从一开始 一点一点坚持坚持坚持 就这么做上链 然后试上链 做上链试上链 反反复复 这样可能十年八年差不多 不要想两三年就正过 开悟是很容易的 知道吧 但是圆证需要时间 圆证啊 不断的把六个解脱 圆证啊 真的是需要时间 因为在圆证的过程中 不是你努力就行 还有一个公业的问题 加来 一个公业 还有一个 你要把你的 很多的解脱度尽 你才能圆满成道 就是你的解脱里边 有六道的解脱啊 什么的这些 有些是你自己努力 有些不是的 有些还需要其他的因缘 所以圆证佛 但是明星借信开悟 这个很可能更成脱落 你有定力更成脱落 你就可能借空心 这个不难 嗯 坚持我觉得都能借 这个借信我觉得是很容易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